哈囉大家好 我是Cynthia 大家相信嗎 其實我到香港來的時間 也即將要邁入兩年了 時間怎麼過得這麼的快 但其實來香港之後 我身邊只要是男生朋友 大部分都是我以前就已經認識的 所以我新認識的男生朋友 好像就只是我們家的創作者之外 其他就是完全 基本上是 zero 沒有 就我自己的觀察 或是跟身邊的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其實在香港 使用交友軟體這件事是蠻普遍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來嘗試一下 在香港首次使用交友軟體會怎麼樣 那如果你已經追蹤我一段時間的話 你可能會知道我跟 Ian 其實之前也是交友軟體上面認識 然後之後在一起的 但是說真的我對香港男生呢 其實真的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今天邀請了兩位 不是很特別的特別來賓 來 我們掌聲歡迎 你們可以進來了 又是熟悉的兩個面孔 而且我今天逼迫他們 全部都要帶聖誕節的頭飾 就是為了要滿足我虛榮的儀式感 但是這個人呢 你們自己說 你為什麼沒有帶 就是我平常不會花錢在這種上面嘛 首先呢 因為這兩位都是香港人嘛 那你們覺得 香港的男生在交友軟體上面有什麼特質 很愛講英文 很愛問你在幹嘛 劇就是一直在幹嘛 他們會喜歡問你住哪裡啊 然後可是我通常都是說 在香港啊 也範圍也太大了 為什麼我會說你呢 先反問他 他回答說我住東崇 你就說我住西貢 我之前是在美國的時候用 然後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透過那個交友軟體 找到男朋友 然後就跟我說 你要自己主動去多認識人 然後因為我本來也是那種對交友軟體 很有恐懼感 我就覺得啊 他們一定 就是在上面都很不正經啊 或者是很容易被騙啊 騙財騙色那種 就是新聞看太多你知道嗎 真的用了之後我就發現 其實他就真的是讓你認識 就更多人嘛 我自己是覺得 我剛剛講什麼 其實 為什麼還用啊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是我小學跟中學 就開始用了嗎 還沒有吧 不是 因為我都是念女校 所以我身邊的朋友都是女生 所以我進大學之前想要試試看 怎麼跟對方交流 很快就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了 所以我身邊現在的男生朋友都是 我們家的創作者 我也是 那我們今天要用的APP呢 就是歐米 那相信大家可能過去一兩年 也在網上面看到很多 關於歐米的一些實測啊 或者有聽過歐米這個東西 包含他所有的功能啊 用字 潛詞全部都是用廣東話 所以其實 算是 為香港人打造的一個交友APP吧 但是呢 各位是不是知道 我的粵語其實現在非常的 好 很好 是吧 但是呢 我們就是要精益求精 我不能就是停留在過去的美好之中 其實自從我跟EAN在一起之後 我就是把手機裡面所有的交友APP都刪掉了 所以我現在等下要重新的set up一個賬戶 現在呢就要最刺激的就是要放照片 歐米他有一個AI的審核制度 所以我覺得你用戶本人呢一定要上傳一張很清晰很正面的照片 就你不能在網路上找什麼網美照啊 或是背景那種沒有FU的照片那種 還是不會過 好 好我們現在要來 我們現在要來挑戰這個AI的人工智慧 來 我們來試一下拍 呃 背影好了 背影 拍背影照 我在這裡喔 我在這裡拍喔 這樣有美貌的背影 也有喔 一二三 你試一下這樣側臉但是很小的 對對對 一二三 OKOK 然後我們來拍一個很鬼臉的好了 這個要特寫特寫 一二三 我平常真的不是這樣 你剪輯的時候拜託把你的表情放大 OK 拍一個正常的 拍一個正常的 美的 有美嗎真的有美嗎 喔可以啦可以啦 這樣是有美嗎 二三 一二三 我剛剛根本就不用做表情 你為什麼要看不到 好的我們剛剛完成了我們的重責大任就是拍照 拍照 我現在先上傳一張正面的 然後一張是完全見不到臉的背面 然後等一下看看系統會不會再跑出來跟我講說 欸我們剛剛弄完之後你這張照片不合格 這樣 欸你看真的不行欸 你看他會跟你講說你這張照片有點不清楚 要再上傳一張面部清晰可見的個人照 結果系統還是贏了 首先呢我們要先把這個APP呢 轉到變成粵語的模式 香港 畢竟我現在是半個香港人 好那我們現在要開始打自我介紹 你們覺得怎麼打會比較吸引人嗎 我祝你 就是沒有好年 平時喜歡去咖啡店 平時喜歡去咖啡店 你有拍飛靈啊 欸欸欸欸 我有一個新的愛慕者欸 齒巴士 爬 飛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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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閩南 閩南話 我會閩南話 Francais 喜歡的音樂 K-pop 哇 它很細捏 Ariana Grande BEYOND I love BEYOND 欸 陳奕迅啊 啊 T&H87 UK Youtube會有版權 如果我能夠唱到Youtube有版權 我也覺得我蠻厲害的 喜歡的食物 哇 頂邊醋都有 頂邊醋是什麼啊 頂邊醋是台灣那種小吃 欸 所以它是頂配你的地區的嗎 我喜歡的電影 可以你選霸王鼻子 然後它上面還可以就是自己 有自己的標籤 你們有喜歡看什麼電影嗎 Ogzi Frozen 我覺得在交友軟體上面 如果它可以幫你先篩選過 跟你喜好相同 你可以省很多時間 跟不適合你的人聊天 如果你選不到的話 它也可以再創自己的標籤 而且我覺得很多人在intro的時候 他可能就說我喜歡看書 可是你看哪類型的書 其實大家不知道 有個男生就問我說 那你在看什麼書 然後我就說 就那種心靈機場很鼓勵 然後我說那你呢 然後他就傳了一個 是財富聖經給我 小測試是什麼呢 如果你開啟這個小測試的功能呢 它就會給那個新配對的用戶 就是傳三個隨機的問題 你就可以根據它的回答 然後看說要不要繼續跟它聊天 或是可以至少有一個開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正式的要開始來華人了 Are you ready 1 2 3 其實它看起來也文文靜靜 就是書聲型的 對書聲型 我想看它其他照片 也滿文青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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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同的形象耶 它是演員嗎 欸OK啊 我覺得這個好像可以耶 但是有多一張照片嗎 這個 它是不是在韓國拍的啊 對 對對對 它是韓國人嗎 可以啊 喔喔喔 有韓國語訢感 可以可以可以 喜歡 我也可以耶 這一張很好看耶 這張 它叫書聲耶 喔 有狗狗 欸 所以你們會因為它有寵物而 好像會耶 帥它嗎 你要看它的狗狗可不可以 但是狗狗會加分 那如果是貓 貓也會加分 只要牠的寵物不是什麼蛇啊 或是昆蟲那種我應該就 欸你看他第一張是狗狗 第二架是貓 欸我覺得這個好像很帥耶 我們這樣好像三個大花池喔 看待任何關係和職業的女生 你一定要說的啦 他很有目標耶 他直接說你啊 這個喜歡 Match 喔這個答很多耶 想吃多的朋友 大喊可以玩 想吃多的朋友 你剛剛說我想吃 就是吃 Sorry 可以玩我聽一下 好小玩玩動 但身材不差 充滿有興趣 切磋一下 好小感人 直射 我就是 直射就是他不挑事 對對對 而且他很好的是 他沒有在option裡面選 他是真的自己弄hashtag 那我們剛剛呢已經有匹配到兩個人 Match的 有 匹配 系統剛剛提了一個問題是 如果政府有將以下麥品定為非法的 並一種最接受不到 他選擇第一個是 芝士 巧克力 雪糕 酒精 大家可不可以猜啊 大家可以猜啊 大家應該對我都很了解了吧 1 2 3 1 2 3 好 現在呢 我們剛剛有看到 有一個人已經回答了我們的小測試問題 覺得OK嗎 你們兩個 OK啊 就立刻開始聊啊 HELLO在做甚麼啊 那 甚麼啊 甚麼 甚麼 HELLO HELLO OK 你快點畫下一個 星期六有甚麼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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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可能在找話題 就是等下可以問 那要不要因為我們對於他的那個小測試 是有 背上那個第二條問題 背錢那個 對 這個就直接問 好 要怎麼問 就說 哈哈 哈哈 為甚麼是我買單呀 對 為甚麼是我買單呀 對 對 因為 美女我不想努力 你 哈哈 這句話是在網路上面一個那個命 就說 阿姨我不想努力 對 對 這個sense蠻不錯的 蛤 他說我說 你喜不喜歡行山 不喜歡 他最討厭 你不要 你說 一般會很少行 OK啦 不是 星 星日 行 行 哦 好像有些好感 那我 哦 回來了 他說 我 這陣子行得多 但你喜歡 拍照 照和Netflix 我也有看Netflix 咦 最近 在看甚麼 在看 在看甚麼 我剛剛看完嗎 剛剛 剛剛 你喜歡我的那個 阿 阿 阿 台 台 雲 雲怎麼講 玩 玩 第二個 哦 哦 Queen's Gambit OK Queen's Gambit 發言這個 好哦 但是他算聊得蠻順的 哦 我記得回憶先回 OK 哦 我先回 耶 耶 等一下 禮物 你可以想他一巴掌 瓜蕾兩巴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剛剛已經跟三個男生有過對話 那你們覺得今天體驗怎麼樣 因為我老實說我今天沒有預想到這個會這麼好玩 我覺得我們三個都好像變少女了 就是看到電話很緊張 然後就在那邊見 而且我們剛剛會三個就一起滑到就是 哦 好久沒有這個一直在想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今天真的滑到蠻多我自己都會覺得蠻優質的男生 就是包含他的那個簡介跟分類都寫得很細 而且我覺得有那個小測試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其實裡面有兩個都是我們從他的答案裡面跟他做開場的 我覺得在交流軟體上面最尷尬的就是尬聊 對 我也是 我應該要回什麼 我如果不回是不是很沒禮貌這樣子 像我是台灣人嘛 以你們香港人的角度你們覺得用廣東話會比較好聊嗎 我以前用其他的軟體是用英文的 但是我覺得用廣東話感覺好像比較可以快速的聊得來 就不會有內層 哦 語言的格格這種 對 本來的setting就是廣東話的話 大家很自然的就會用廣東話去聊 另外Omi現在也推出Premium價量不加價 例如大家可以幫Match到的對象改綽號啦 可以搜索好友 或是可以看到對方是不是已經讀了你的訊息 另外還有無限誘華 以及查看誰喜歡我的功能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 你以前使用交友軟體的經驗 那我會隨機抽出五位送出一個月的Omi Premium哦 如果你還沒有用過Omi或是交友軟體的話 我會把下載連結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給自己一個機會試試看吧 好 那今天這個交友軟體的試用體驗就結束了 那其實某種程度來說我覺得這是換回了我大概三四年前用交友軟體的記憶 怎麼突然感覺很青春 可能是青春失去的感覺 我們回到青春的 我還是很青春啦 就是回到Memory Lane 我覺得交友軟體它不是一個可怕的東西 它只是多一個方式讓大家可以認識新的朋友 當然在網路上面交友呢 你還是要學會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啊 或是隱秘的一些事情 就可能不要隨隨便便傳裸造給別人或什麼這些東西 我相信你們大家都很聰明應該都知道 今天的影片我已經有跟依顏先報備過了 所以我是OK的 我單身啊 其實如果有觀眾想要認識Witty 可以在消遣留言喔 其實希望如果大家在交友軟體上面碰到Witty的話 就是不要害羞跟他打個招呼 如果觀眾有在看Symphie的影片可以直接當opening跟我說就好了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謝謝我今天兩位同事昨末假日還來找我玩 那大概就這樣子了 大家Early Merry Christmas 拜拜 On the first day of Christmas My true love gave to me A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 On the second day of Christmas My true love gave to me Two turtle doves and a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 OIO by bwd6